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是要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許多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狀 其實早已暗藏疾病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哪些問題已經在奪走你的健康了 三位藝人也出現這些症狀了嗎 現在就是生活快速又繁忙 那普遍有一些小毛病 所以常常會讓人不以為意 但有些小毛病可能嚴重會致命 各位看一下 酸痛不是病 痛起來它要命 看痛哪裡了 當心主動脈剝離 心肌梗塞的問題 她是一個40歲的婦人 她本身就有輕微的糖尿病 她血糖只有一點點 用最輕微的一個藥在控制 那她最近就是很奇怪 就是覺得那個肩胛骨下方 靠近內側那邊 左側的肩胛骨下方 就是感覺就是酸酸的 夠膨嗎 沒錯 那個去按摩的時候 那個按摩師 這個是膏荒穴 這個就是你姿勢不對 應該是你躺在沙發 或說你玩3C玩太久 她想一想沒錯 我最近其實都躺在沙發上 玩iPad 玩那些玩了滿久了 她就特別針對那個痛點 然後一直幫她按按按 那按完之後 的確是有比較舒服了 然後她也就回家 可是後來她覺得很奇怪 這個痛點就一直存在著 尤其在她那個吃完飯之後 她覺得胃有一點脹脹的 然後那個背部那個疼痛就痛出來 那痛出來之後 直到有一天她在吃一頓 比較豐盛的晚餐的時候 突然劇烈疼痛 開始出現噁心嘔吐 然後就發高燒 她覺得很奇怪 一直感覺吸不到 其實一直想喘氣 所以她呼吸非常的急促 那到急診室吃後 她一驗那個血糖500多 她說奇怪 我也才 我不會說吃個晚餐 血糖就飆高到500多 然後他們幫她測那個動脈血 血中都已經偏酸了 這叫已經出現代謝性的酸血症 然後膽固醇 三酸甘藥質 那都非常高 然後出現輕微的發燒 那一個痛實在是非常非常痛 他們趕快做了一個電腦斷層 果然跟我們預測了 差不多那個叫做一個 直性胰臟炎 我們的胰臟其實跟我們那些 糖分的代謝息息相關 像那個我們一講到高血糖 講到胰島素 胰島素事實上是我們胰臟的 那個β細胞分泌的 那包括我們的胰臟 其實分泌很多一些 電粉酶 脂肪酶這些的 所以那個當她急性發炎的時候 她有可能會嚴重到 你所有的那些代謝都出現異常 這個尤其她已經出現 那個酸血症了 其實我們講一個急性胰臟 其實她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那後來就收住院 收住院的第三天 她就那個血壓整個往下掉 那整個昏迷過去 後來插管送到那個家屋病房 大概住了一個禮拜之後 才慢慢出院 心臟科最常碰到的是胸痛 相信這個很多人都有經驗 胸痛或者是上腹痛 這個區塊的痛 那這個區塊痛其實 說真的原因很多 有可能是胃的問題 有可能是心臟的問題 有可能是肺部的問題 食道的問題 但是大部分會先看心臟科 因為這所有器官裡面 最危險的是心臟 其實很多患者到診間 第一個就問我 說完我自己痛 然後就問醫生說 所以現在是心臟的問題嗎 其實沒有辦法 這麼快給你答案 醫生會問你很多問題 問你說你是睡著痛 還是活動的時候痛 你痛的時間大概多長 那痛的時候有沒有悶悶的感覺 還是刺痛 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讓我們去區分說 到底它是哪裡引起的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大概60歲的男性 其實這個是很近期 在上個月的例子 過年的時候 他來門診的時候 是他妹妹陪他來60歲 應該說是他妹妹 壓著他來 他本身好像不是很想來 這個先生他就說 他其實從過年前 那時候門診也是過年後 因為過年沒有門診 他過年前他就說 他覺得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肩膀會痛痛的 那這個痛有時候胸口也會跟著痛 那重點是他覺得活動的時候 走一走 跑一跑的時候特別嚴重 休息會好一點 或者是天氣冷的時候 尤其過年那段時候天氣比較冷 只要冷空氣來 很明顯那個痛又發生了 休息一下或者保暖一下 也又好了 那所以來看的時候 其實那位先生他也是 就是覺得 他就說這可能是拉傷吧 他自己感覺 他就講說可能是拉傷 我說這個不一定 同樣的疼痛 如果是一個20歲年輕女性 完全沒有三高 沒有抽菸 原則上是心臟病的機會 就非常非常低 但同樣的疼痛 如果是一個60歲男性 有抽菸有三高的話 他心臟病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 剛好這個先生就是這樣 他抽菸了30幾年 三高沒有特別控制 血壓一量160幾 結果一做完心臉圖 就很明顯心臉圖有變化 一般如果血管你有狹窄 譬如說30% 40% 其實心臉圖不見得會有變化 你心臉圖要到有變化 起碼要塞8 90% 一連中了 對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可能不能回家了 你今天要住院 而且馬上可能明天就要做 所謂的心臟轉移 是假 對 你要知道他的性格 我本來就是不想來看的 一來醫生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要住院 他就說 可是我家裡還有什麼事情 沒有處理 還在找藉口 對 他妹妹就說 醫生都說這樣應該很嚴重 要趕快住院 他一定覺得他不嚴重 鐵齒 他拉起來可能倒下去就死了 可是真的很多老人家是這樣 對 沒錯 結果後來達成共識 因為不能拖太久 後面還有人 就跟他講說 好 那我這樣子 我給你一兩天的時間 我先開一些藥 我一些什麼阿斯匹林 你拿狭行證先開給你 你要固定吃 兩天之後你回來住院 這樣給你一點時間這樣好不好 後來勉強可以答應 結果當天晚上就回來急診 因為痛到不行 痛到不行就在急診 就趕快直接緊急做心導管 結果他有一條血管 真的塞了95% 就是快要斷掉了 他如果完全斷掉會很嚴重 黃彥均恭喜你出新書 這本書是個立志的書 就是爸爸媽媽請放心 這次描寫一個黑道呢 黑道 看出來是我們 立志要向善 跟爸爸媽媽請爸爸媽媽放心 一個立志的故事 所以才叫爸爸媽媽請放心 剛剛是亂講的 你要反駁我 不然大家 以後你是被關過放棄 裡面也有一些立志的故事 是什麼樣 是為什麼 對 就是其實 因為有很多家長都跟我說 現在網路 書籍的資訊很多 所以他們在教養孩子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分辨跟選擇 那也有可能說選了以後 不知道要怎麼做 或是做了也沒有達到效果 所以我就想要寫這本書 那這本書我就南瓜很多 就綜合我們身體 肌肉 心理的發展 情緒 專注力 還有感覺統合 各方面的故事 加上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是我 因為我也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可以很呕心力寫的 寫出這麼淋漓盡致的故事 你今天除了來講這本書 有其他故事嗎 我要分享一個是60歲的大姐 那她原本是一個非常養生親近的人 然後不慎進入了手機的網路世界之後 就沉迷於這個手遊 追劇等等 所以她就開始腰痠背痛 肩頸僵硬 然後去按摩都沒有用 所以來到了復健科 那來到復健科 我們就做一系列的檢查 發現她的肌肉也沒問題 然後骨骼也沒問題 那真的就有可能使用太多 然後維持一個姿勢 然後我們就勸她說 那大姐妳這個可能要多運動 少量多次的使用 不要一直持續 她就說好 那有一天她就覺得 漸漸她左手越來越痛 然後她就想說 身為一個網路的重度使用者 身體痠痛也是很合理的嘛 然後就不以為意 結果就是來復健的時候呢 正好她真的很幸運 她就在復健的當下昏倒 然後我們就因為在醫院嘛 所以她就在醫院 所以她之前的痠痛 跟她使用手機的關聯很低 她的痛是因為心腳痛引起的 可是我們一直在這邊 宣導這個問題 觀眾一定沒辦法拿 妳到底痠痛到什麼程度 是心血管 對啊 然後就痠痛 會滿恐慌的 其實看很多的節目 很恐怕 大部分的心血管疾病的痠痛 是很明確就是說 我胸口好像有東西 千斤壓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會轉移到 肩膀 下巴 背後 然後最常合併的就是 而且再來就是 剛剛陳醫師說的 這些人通常都有 然後再來就是 抽菸等等的病食這樣子 否則一個年輕人 如果健健康康又沒有三高 基本上這種痛大概 跟心臟的痛就比較沒有 就沒有關係 其實我在臨床上 如果碰到阿公阿嬤跟我講 她胸痛 她會不會是心 因為我們很擔心心臟的問題 我大部分會問她 就是你去爬樓梯爬高 激動的時候 舉重物的時候 會不會加重 然後休息的時候就會放鬆 如果這種就是 在用力爬高舉重 然後就很明顯誘發出來 放鬆就出來 這個真的高度懷疑 第一個痛的表現 如果是刺痛的 年輕人最常見的是刺痛 就丟一下丟一下 幾秒鐘過了就沒有了 這種通常不是 這種可能是神經痛 肌肉痛 如果是真的心肌梗塞的痛 是悶的 像田醫師剛講的 好像東西壓著 石頭壓著 或者是你覺得 好像三四層棉被疊在你胸口 不太能呼吸 那種廣泛性的那個 比較像是胸口的問題 第二個 長度 通常這種心肌梗塞的悶 一旦發作起來的話 起碼是30分鐘 甚至會一個小時 沒有好好緩解 沒有用藥物的話 不太會緩解 但是如果是神經痛的話 其實你休息一下 它通常會改善 那第三個就是說 發作的時間 就像洪醫師講的 通常在出力 跑步 爬山 為什麼我們常看那種猝死的 都是在活動的時候 爬山 爬山 跑了 跑了 倒下去 那這種時候 它會比較容易發作 是心臟的問題 休息會好一點 反過來 如果你是因為壓力 情緒緊繃引起的 通常你休息的時候 比較容易發作 像很多年輕人會說 他回家晚上休息 躺的時候突然開始 心臟要丟結 丟結 那個通常不是 他反而起來 活動 活動會覺得 比較舒緩 胸口比較舒緩 那個就是比較像是神經的痛 是